我在美国生活十几年 这两年呢 频繁回国内 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真的是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特别希望通过自媒体 展现我们祖国特别棒的一面 但是我这几次回国啊 回到我的老家河北省 秦桑岛市深海关区 遇到了很多不尽人如意的事 我一直没有报道 一直隐忍不发 今天呢 我真的是实在忍无可忍 如果我不报道这个事 可能这件事 已经积累了20年没有解决 将来的40年60年 还是得不到解决 可能会影响我们本地人 几代人的生活 这是关系本地人的国际民生 我给大家从头到尾讲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深海关所有的老百姓 都深受其害 我们深海关区 是600多年的明朝古城 在这个古城里面啊 至今为止已经有20年 不允许老百姓买卖房产过户 所有的房产要保持原来的现状 不能买卖 不能继承 这20年古城里的房地产 没有市场经济 完全就是按压不动 所有人的房产都不能动 原地放在那 假如这个房子啊 都已经塌了 你想重建 你就原地原址建 你也不能给它盖二层楼 你也不能给它扩大 原来那个房子 每家每户 基本上都是二三十平米 那个小房子 你说原址原件 现实吗 怎么符合 现代人的居住生活要求啊 有些人想买卖 但是又没法过付 所以客观上抑制了本地房地产的发展 我爸爸去世三年了 一辈子的心血 就是在古城的这一套房子 但是他去世三年了 房产 没法继承 这个房地产的名字 原来是我爸爸 已经去世三年人的名字 为什么我们公民的继承权都没有得到维护 今天我回国专门办这件事 各个部门我都跑遍了啊 公正处 派出所 房产局 土地局 各个部门 踢皮球 就是不够办理 我特别想为我们家乡经济做出点贡献 想在我们老家开个公司 想用我们家的这个祖籍的这个房子 因为这个房子是一个门市房 三四十年前就开门市 结果啊 因为这个房子在我爸爸名下 他已经去世了 现在还挪不到我的名下 我不能继承 不能改名字 所以这个房子连注册公司都不可以 我真的不明白 过去这二十年 为什么一直不让古城里面的房子 进行房地产的改名字 这都是正常的老百姓的需求啊 你没有满足 你反而阻止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不光是我遇到这个问题 山海关古城里的数万名居民 都遇到这个问题 他们想把古城的房子进行买卖 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 完全不可以 因为房地产的名字就不可以改 山海关古城的土地和房产属于公民自己所有 为什么我们公民的所有钱和继承权都不能得到保证 过去这二十年 我真的是感叹啊 我们山海关人民真的是善良 诚恳又特别朴实 已经被压制了这个需求二十年 将来还要耽误我们几代人的发展 你们赶快看看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比如说杭州深圳那些城市是怎么管理的 职位越高 责任就越大 拿的工资是让你们做事 而不是坐以待地的当地老百姓数十万人民的经济民生 将来几代人的发展全掌握在你们的手里 你们责任重大 每次我回国都要大力宣传我们家乡的老龙头 天下低官那些历史悠久的铭记 希望为我们家乡做点事情 从来不想把我们家乡不好的事情展现在别人的面前 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是忍无可忍 我们已经等待了一代人 这一次我冒着被黑粉骂的风险 冒着我老家的亲戚朋友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风险 我毅然决然决定为正义发声发这个视频 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 你们点赞转发留言 让更多的人看到 希望我们老家河北省岐阳岛市山海关区 古城内的房产问题得到解决 这件事情我会持续跟踪报道 如果我在老家的亲戚朋友生命财产受到任何的威胁 就是跟此事有关 我立这个视频为正 大家可以录评 别忘了点个关注 带大家了解美国认识世界 感谢观看